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名人去谈频道,杨基队今年战绩可谓长红。 5月结束时,成为联盟第二支完成40胜的球队,另一支是费城仁,暂居每连第一的位置。 去年苏哈换来的新同学,汪Soto也确实如大家预期,成为了打线支柱。 5月结束时,他打出了311的打击率,413的上磊率,578的长打率,附带15轰和49分打点,WRC加达到182,FWAR达到3.5。 其中,WRC加创下了他生涯完整赛季的新高。 与此同时,去年以新人之资拿下美联游击手金手套奖的Anthony Volpe在攻防两端都带来了相当的贡献。 4月打完之际,他贡献了WRC加123,FWAR1.3的优异成绩,逐渐兑现了自己在进攻端的天赋。 尽管John Carlos Danton再也回不到过去,动辄WRC加130以上的表现,但至少能健康出赛。 而且,单月也打出了6轰和16打点,WRC加达到了118的成绩。 然而,打线中有一名备受期待的强打在此时却显得孤单,4月结束时,他仅留下了207的打击率,340的上磊率,414的长打率。 附带6轰和18分打点,WRC加只有118,单月贡献的FWAR仅排在球队第4到这里。 或许我们已经猜到了是哪位球员了。 答案就是,杨基队史第16任的队长Aaron Judge,经过开季的惨淡状态后,所有人期待看见的Jage在5月回来了,并且打出了超人般的成绩。 在美国时间5月31日对巨人的比赛中,他完成了双响炮,成为了联盟这赛季第一位达成20轰的打者。 同时,他的生涯全雷打数也以276轰正式超越了杨基名补Jorge Posada,成为了杨基队史第8度全雷打的打者。 此外,他还是杨基队史5月基出最多长打的打者。 法官大人整个5月的累积成绩有多可观呢? 他单月的打击数据为371的击球率,488的上累率和惊人的,928的长打率。 是的,你没看错。 这不是Aux而是长打率,同时附带了14轰和27分打点的成绩。 他的单月WRC加高达282,FWAR达到了3.0。 要知道,去年全大联盟打整季FWAR超过3的打者只有75人, 而Jorge单月的表现已经超过了许多去年整个赛季的打者。 此外,他的单月表现甚至比他打破每连单季全雷打记录的那个MVP赛季还要可怕。 凭借着5月超凡的表现,Jorge将这个赛季的打击成绩提升到了282的击球率, 408的上累率和惊人的,648的长打率附带了20轰和45分打点。 他的WRC加高达194,其中他的打点排名联盟第5,上累率排名第4,而长打率,WRC加以及全雷打的统计都是联盟第一。 此外,他的FWAR与皇家的看板球星Bobby Wheat Jr.一样,都并列联盟打者第一。 如果Jorge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,他将有很大的机会赢得另一座MVP奖。 所以,Jorge产生了什么变化呢? 一,Jorge的机球出速已经提升到了97.1英里每小时,而联盟的平均机球出速为88.5英里每小时,这显示了他的超凡之处。 他的生涯平均机球出速为95.8英里每小时,现在的表现甚至比他之前的生涯平均还要好。 此外,Jorge目前的强劲机球率也达到了生涯次价的水平,为63.3%, 在4月最后一周,他的机球出速是93.7英里每小时,强劲机球率为48.1%,现在这两项指标都达到了生涯次价的水平。 二,Jorge的出色机球率达到了29.3%,机球阳角为18.5度。 甜蜜点机球率也来到了40%,创下了生涯次价的表现。 在4月最后一周,Jorge的甜蜜点机球率28.8%和出色机球率11.5%都达到了生涯新低。 现在双双回到了生涯次价水平,机球阳角也是生涯次高。 同时,Jorge的内野高飞球率下降至4.7%,滚地球率为33.3%,低于生涯平均值37.7%,而飞球率提升到了生涯次高的39.3%,平飞球率23.3%则是近三个赛季以来最佳表现。 这表明,Jorge在机球阳角增加的同时,也能够打出更多的飞球或平飞球。 这对于他的机球策略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。 3.Jorge的预期打击率为298,预期长打率为750,加全上累率为445。 其中,预期长打率是他的生涯最高,而加全上累率则是生涯次高。 这两项数据除了预期打击率外,都达到了联盟前1%的水平。 4.Jorge今年面对变化球或者变速球系的球种打击状况比去年更加出色。 目前,他对变化球的打击率为256,长打率为551,加全上累率为397。 而对于变速球系的球种,他的打击率为261,长打率为870,加全上累率为520。 在这两方面,他的表现都比去年更出色。 面对变化球的长打率与加全上累率是他生涯次高的水平。 而面对变速球的打击率则是生涯次高,长打率和加全上累率则都是生涯最佳。 Jorge生涯中,面对变化球的打击率,长打率和加全上累率在他拿下62轰的2022赛季达到了最佳水平。 而面对变速球系的打击率则在他获得新人王的2017赛季达到了最高水平。 这两个赛季也正是Jorge职业生涯中的巅峰时刻。 5.速球方面 Jorge4月10的低潮早已消失无踪。 他现在面对速球的打击率、长打率、WOBA分别为.30、4.670、457,再次成为那个很能打速球的强打。 6.Jorge今年的三阵率比他的生涯平均低,而保送率则比生涯平均高。 此外,他的修正追打坏球率为18.9%,是生涯新低。 而进到好球带的球挥几率则提高到生涯次加的水平,挥空率也比生涯平均低,综上所述。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Jorge现在能够将球打得强劲,并且能够形成许多长打。 他的选球依然精良,面对好球带的球能积极出击。 尽管进到好球带的击球率略低于生涯平均,但他减少了挥空率和追打坏球的比例,这使得他本赛季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绩。 此外,Jorge的打击策略也略有调整,他降低了拉打的比例,增加了反方向的攻击,使自己的打击更加全面。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Jorge进化的版本。 尽管Jorge在回到家乡加州与巨人比赛时受到了球迷的虚胜,但他仍然很享受在巨人主场比赛的经历,杨基在前两场比赛中取得了胜利。 而Jorge也连续两场开出全雷打,为他本季以及生涯的全雷打累积数增添了更多。 当Jorge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他梦想着能穿上巨人球队的橘色和黑色球衣。 站在现在称为甲骨文球场的巨人主场比赛,他曾在这个球场向巨人队的球员,尤其是他最喜欢的球员Rich Aurelia,寻求签名。 这种橘色和黑色的球衣代表了他的梦想。 如今,Jorge站在了巨人的主场,但身穿着杨基的球衣出战。 尽管他曾在比赛中受到球迷的虚声,但他的表现却超越了杨基队史的记录。 在本季的前59场比赛中,他敲出了38支长打,比1927年的铁马LU Gehrig击出的36支还要多。 这样惊人的表现并非偶然。 尽管Jorge曾在一些比赛中遭到球迷的虚声,但他通过MVP级别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杨基队的战绩也一路飙升,这些扎实的数据证明,Jorge的表现是真材实料,而不是仅仅依靠运气。 对于总教练Aaron Boone来说,今年的杨基确实可能是他执教生涯中最强大的一支球队。 他指出,自从他加入球队以来,尽管之前也有过一些有才华的团队,但本季的球队在球团文化、球员行为方式以及彼此之间的关怀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 虽然有人认为赢球能解决一切问题,但杨基今年引进的一些重要球员如Soto、Alex Verdugo、Marcus Stroman都拥有强烈的个性。 然而,这支球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,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球技,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放下个人利益,成为一个团队。 这种团队精神使得杨基在没有Garrett Cole的情况下,以及在Jazz开季迷航的情况下,依然能够保持巅峰状态。 Nester Cortez作为杨基的先发投手,对于这支球队的氛围和团结也有着类似的看法。 他提到,在春训期间,一切都自然地融合在一起,这种感觉非常美妙。 尽管大家都知道Soto、Verdugo和Stromen的实力,但在他们加入球队之前,大家都不确定他们会对球队产生何种影响。 然而,在春训期间,球队的氛围非常愉快,大家都玩得很开心,大家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新赛季。 在那个时候,球队中弥漫着一种不同的氛围,大家都感到兴奋,认为这一年可能会是特别的一年。 这种积极的氛围和团结,让球队在赛季开始时,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凝聚力。 Jage强调了球队对于新赛季的高期望,尤其是考虑到上赛季的状况。 他指出,穿上洋鸡球衣,在纽约比赛时,大家都期望着球队能够取得胜利。 因此,球队在进入训练营时,就明确表示必须努力拼搏,向所有人展示他们的实力。 他认为,球员的状态会有起伏,有好时光也有坏时光,但最重要的是保持专注,每天都努力取得一点进步。 同时,他强调了自己不能被外界的质疑左右,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,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环境下。 现在,随着Jedge本人的成绩飙升,以及球队战绩的提升,过去的质疑已经逐渐消失,球队对于未来的期待也比去年更高。 他们是否能够结束长达14年的没有闯进世界大赛的荒期,这是个未知数。 但随着Jedge的归位,杨基夺取第28冠的可能性或许不再那么遥远了。